升级测验前 玛丽安娜将好厉害 入选26魔了呀 这是理所当然的呢 我的名字是菲尼 玛丽安娜 乃是门第显赫菲尼一族的千金 现为恶魔学校一年即生 她是我的SD无许 小姐看来相当期待测验呢 那是当然的 因为问题儿童班有着一大堆美男啊 没错玛丽安娜是个超级严控 颜知贵公子阿斯莫德学长 简直是特级外貌拥有者 无论如何都想跟她组成一对啊 沉睡的宝石阿加雷斯学长 如果能和那么美丽的恶魔一起 即使要永眠也在所不辞呢 暗黑的魅力 色气的黑蛇安德鲁学长 好想被她骗了 无论是被偷钱还是偷心 我都已经做好万全准备了 其余还有萨伯洛克学长 入肩学长 眼花缭乱了呀 我真的好期待分组呀 升级测验当天 猫头鹰激动坏了 大小姐系黑发美少女 一次性满足多个属性万分感谢 安娜直接当场被吓个半死 怎么也没想到同队的学长竟然是个变态 真是悲剧 简直绝望啊 没办法只能拼命逃跑的我 现在却和阿斯莫德学长会合了 这是何等的幸运啊 绝对不能放过这个机会 一定要想办法不分开才行 阿斯莫德学长好帅呀 阿斯再次和大家确认任务指令 李市长是李峰印着大魔怪沙利文 要是被解放出来就糟糕了 为了停止装置 必须同时有四个恶魔注入魔力 以上便是任务概要 各位还有什么意见要提出吗 猫头鹰举起翅膀有话要说 那个变态居然会有想法 猫头鹰绝不让人失望 问阿斯附近有看到被塔队伍吗 阿斯不爽难和任务有什么关系吗 猫头鹰一本正经并没有 但是在此加上被塔的队伍 就会有六位女生 那么一来就能完成绝妙的后宫了 你这家伙脑袋里面就只有这些东西吗 我的脑子正是专门用来想那些的 是有多忠于欲望啊这只色鸟 阿斯无奈猫头鹰真够贯彻始终呢 安拉很慌张印象掉到谷底了 要被阿斯莫德大人解除阻队了呀 话说回来 你有见到入奸大人吗 没有遇到哦 不过你跟我也是半斤八两呢 可是 我那作为公口巨匠的雷达 正温温作响 加在年长美人和年幼美少女之间的入奸 最终必定会忍不住欲望发生不可描述的事情 真是罪该万死 已经连幻觉都出现了吗 太糟糕了呀 阿斯盯着猫头鹰 你这家伙到底在做什么无理的妄想啊 阿斯莫德大人生气了 已经没救了 但是生气的样子也好棒啊 这支队伍到底行不行啊 虽然是那么想的 但意外地顺利抵达了呢 李市长是前楼梯 这就是所谓的天命之子吧 你不摆出招牌姿势就不舒服是吧 不过 到这里也没碰上教师 是遇到其他队伍被拖住了吗 真是谢天谢地了呀 那么就赶紧前进啊 谢尔维亚没想到这么轻松 此时阿斯却已经察觉到一样 果然不会这么顺利呢 八大丰收哦 妹子们开始警戒的时候 阿斯站在了最前方 并将其他人都交给猫头鹰 猫头鹰果决丢下阿斯 带领大家朝理事长事前进 只留下阿斯莫德学长了 怎么可以 没问题 这是我们商量过的紧急情况对策 太厉害了 什么时候 安拉很吃惊 阿斯莫德学长竟然对他说都交给你了 连同自己队伍的一年级生一起交给 眼前的恶魔 究竟是为什么 老师诧异他们这下决定的速度也太快了吧 竟然能瞬间就离开了呢 还挺希望你们多犹豫一下 我负责战斗 其他人先前进 这是风险最低的决定 原来如此 风险吗 意思就是说 你认为如果只有我一人 可以靠你自己也能压制得住 算是吧 那还真是 被小看了呢 毕竟我是那种偶尔才能在职员式见到 对你们来说不太熟悉的教师呢 那就先稍微自我介绍一下吧 你有试过 跟火焰功力在自己之上的恶魔战斗吗 阿斯莫德爱丽丝